我们这次是交船之前的最后一次试航 所以说整个船的状态基本上达到临近交船的状态 这次试航重点主要是在航速操纵性无人机舱耐久性试验 选择一个风平浪静 试航水船在100米左右去做相关的一些传播性能试验 最近这个天气情况气候变化比较快 所以说我们重点关注了一下气象情况 确保我们24航不会因为恶劣天气影响 遭他们4航的一些失败顺利出息 我们联合船中船舰对于4航之前的安全状态进行的检查 最后一个就是说4航期间 我们要保障船上的一个通讯 这次信息部门派专人来宣传开通的网络 整个试航前我们船上所有的生活物资需要提前准备 保证这1300人的日常生活需求 我们会提前加注好各种的料 因为我们测试的航行试验的不同的要求 所以说我们会加低流油 会加高流油 会加柴油 总共加起来大概是在1000多吨左右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